江凡生于龙泽郡江家 只因母亲是婢女身份 从小就被正式打压 甚至被正式 之子江振龙之士表兄乔迁与将他打落悬崖 之后因造化乾坤爵 使其重生 他终于成为了一代要王 可一场激烈的大战 战死了他的爱人跟挚友 当他从少女口中确认 真的是重生之后的自己 江凡狂笑了起来 少女害怕的捂住小土 心想他不会是从悬崖掉下来摔傻 还是赶紧走吧 江凡随后追了上来 向少女要了两株毒药 并且会一起吃了 少女赶紧去阻止 可江凡却说没事 只要比例混合的好 毒药是良药 说着便拉少女的手摸自己的胸口说道 看伤势都好了 少女害羞的红了脸 少女说道 既然你已经好了 那我也该走了 再见 江凡看着熟悉的背景 难道她是灵儿 江父以为江凡死了 都给江凡立好了灵位 江家正式一脸得意说道 现在是时候收拾那个女人了 身旁的江 正龙问道 娘 你连二夫人也要杀掉吗 这时门外传来一阵喧哗 接着轰的一声 瞧牵雨飞了进来 正式夫人上前扶了起来说道 是谁把你打成这样 江正龙向门外大喊 是谁敢来我们江家撒影 江凡走了进来 江正龙意外的说道 你怎么还没死 正式夫人怒骂江凡 大胆 你敢无视家规 江凡严肃的说道 家规吗 你们何博将我打下悬崖 暗家规寿 处置的是你们吧 江正龙举起拳 头说道 就凭你妈 一拳打向江凡 拳头刚要打在江凡身上的时候 一束光 穿过江正龙的脑袋 随后江正龙 直接趴在了地上 正式夫人 轻筒说道 正龙 江正龙 一动不动 江凡一脚踩在江正龙 背后说道 对 就凭我 正式夫人狂怒 说道 你这孽障 看我不打死你 正向江凡扑过来的时候 地上的江正龙大喊 说道 娘 别过来 但是已经晚了 正式夫人痛苦地 坐在地上 察觉自己一身 剧毒 气海被迫 修为尽尸 江正龙痛苦地说道 你想干什么 这时江凡一脚 踩在了他的脸上 正式夫人怒骂道 我早就该杀了你 跟你那见娘 就在此时 一个下人跑了过来说道 大夫人 那二夫人死了又活了 江凡转头问道 我娘 怎么了 下人急忙回道 二夫人不行了 听到这个消息 他立即朝外面跑了出 去说道 娘亲 这一事我一定要救下你的 这时大夫正在给二夫人喂药 二夫人却不知道 这是害他的毒药 正要喝下时 江凡冲了进来说道 娘 江母激动地 精神了起来说道 二 是你在叫我妈 江凡来到踏前 握住他的手说道 娘 是我 我回来了 江母伸手抚摸他的 你说道 回来就好 让娘亲好好看看你 可下一秒 张嘴就吐出一口血 江凡目光一遗 上一世 他以为母亲是病状而死 可现在看来 没有那么简单 江凡转 手抢过大夫的汤药问道 我娘得的是什么病 大夫说 二夫人 是因悲伤过度而伤 急五脏六腑 话音刚落 江凡将烫药一饮而尽 随后哗啦一声 江碗丢向袋子 这里全是毒草 怎么不伤急五脏六腑 江凡一把揪住大夫一领说道 为什么要 害我娘 他和你并无温怨 大夫急忙说道 公子饶命 我也是被逼的 江凡问道 被谁逼的 可大夫却犹虑了起来 江凡拿出一颗黄色药丸说道 不说是吧 那你也试试这颗毒药 就在这时江复进来说道 反而别胡闹了 回来就伤 急兄长 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父亲 江凡说道 那你知道 我是被所谓的兄长 打下悬崖的吗 还有这拥衣 竟然给我娘喂毒药 有你这样当爹的吗 江复生 气得看向大夫问道 到底是怎么回事 大夫跪地求饶 家主饶命 小的都是被 大夫人逼的 他抓了小人一家老小 大夫人立刻反驳说道 你胡说 药房我也看过 都是一些氧气不血的良药 怎么可能有毒 江凡打开药罐 闻着说道 用了止血的通骨草 却又用加了活血的肺腥液 江红草 本可以一洗 但是和黄熏 跟婚一起 就会让人心肺衰竭 你敢说 这个是良药 大夫人惊慌地说道 你小子 不懂药理 回药服说八道 江凡端起 药罐说道 那你敢喝一口吗 大夫人一想 迟疑了起来 江复顿实名了说道 身为正事 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情 大夫人 一脸哀怨说道 自从那女人进门 你有当过我是正事吗 江复一巴掌 打不去说道 你既然承认了 那就把解药拿出来吧 大夫人冷笑说道 别做梦了 那是混 和毒 根本就没有解药 我就是要拿她的贱命 来偿还我这么多年 遭受的一切 江凡匆匆出门说道 保护好我娘 不然江家的多半 几桩丧事 江复问道 你去 哪里 江凡说道 世上有毒必有解 我去找解药 这时江凡来到万针楼 练丹巡 求龙找根解毒 这时 韩千雪吩咐下人 带江凡去炼药室 江凡跟随下人 来到一间房间 刚踏进房间 就听见前方传来 两个人谈话的声音 怎么回事 最近需要大量丹药 你们去屡屡失败 一名光头大师扶手说道 炼丹哪里那么简单 要是随便来个人 就能炼出丹来 那还要 我这个炼药室做什么 这时他们看到 江凡两个人走过来 大胡子问 他是谁 下人忙着回道 是韩大小姐 要他来炼丹的 大胡子一脸疑惑 就这黄毛小子 也能炼丹 大小姐没有搞错吧 下人表示大小姐说了 要是他炼不出丹药 就扔进炉里当柴火 江凡看前面的丹炉 有些惊讶 光头要是说道 没见过吧 这可是上古丹炉 就你这种无名小辈 给他当柴火 都不配 江凡咬头 这丹炉的确是好丹炉 但用他的人 却太愚钝 用这充满杂质的 反火炼丹 怪不得会失败 你给我出去 不要弄糟我的炼丹事 就在这时 江凡周身 散发出一股蓝色的气息 连一伙都没有听过 别敢自称药师 江凡随即使出蓝色火焰 引进丹炉开始炼丹 哗啦一声 各种名贵药材 凭空飞起 尽数投向丹炉 其实江凡中身后的境界 也没法让他以气炼丹 还是会影响丹药的品质 众人看到江凡露出 这一手都惊呆了 江凡按喝倒开 丹炉里立刻飞出 许多绿色药丸 随即将药丸 进收入瓶中 光头上前大喝的 快给我看看 到处一颗放在手上 随即将药瓶 摔在地上 我还以为什么了不起的丹药 区区黄街 无品丹药 还是不记载在药典里面的丹药 想拿来换笼爪根 真是可笑 光头药师大怒说 管是的 把这小子弄走 这时 门外传来一声且慢 我说为何楼内 飘出一股异买 原来是你丹药炼长了 只是不知道你这练的是什么丹药 韩千雪拿起丹药戏看 难道这是被人们称之为 密药单方的 就是这个吗 江凡有些意外 正是 他虽只是黄街无品 却等同于四品 桂圆丹的效果 大胡子与光头惊呆了 即便黄街的密药单方 也是有事无价 韩千雪立即报首说道 真是失礼了 奴家名为韩千雪 以后你要是有这类丹药 我们全收 价格包你满意 江凡说道没问题 那就再给我加上 两株零双兰 与一株九星草 韩千雪笑了笑说 没问题 就全到我们交个朋友 此时 江凡拿了到自己想要的药材 就此离开万真楼 众人目送江凡远去的背景 韩千雪心生暗道 此子所求 并非经营珠宝等俗物 前途不可限量 江凡将在万真楼得来的药材 熬成汤药 给娘亲端了过去 娘您慢点喝 有些烫 这时江凡气愤地看向门外 心想 要是能把药材炼成丹药 要效会更好 但是娘亲脾胃太虚弱 并叫下人过来 吩咐道 你回去跟我父亲说 在我娘亲痊愈之前 所有的衣食汤药 都要经过我检验 再送过来 如果让我知道 有什么人胆敢乱动手脚 我一定会让他们 给我娘亲陪葬 三天后 江凡盘坐在江家后院 专心修炼的造化乾坤诀 娘亲突然过来 江凡以为娘亲身体又不舒服 赶紧伸手过去 给母亲把了把脉 母亲急忙地说道 我没事 找你是想跟你说说 大夫人的事情 大夫人与江正龙 被关押到了江家静安园 那里是关押族人犯错的监狱 这可如何是好 就在此时天空突然亮起 一道黄色光柱 江凡一眼就认出 这个是传令宝齐 娘亲看着宝齐的方向探斗 能有权利用这样的领宝 恐怕只有他 仲下人议论纷纷 是江家总部的令齐 究竟出了什么大事 只见令齐上面写道 立刻释放江正龙母子 洛比江岳瑶 下人们议论纷纷 江岳瑶是什么大人物 他可是江家总部 大人物的弟子 而大夫人与之母亲 还是亲姐妹 也不能怪他 来为自己的亲姻娘撑腰了 江复低头伸出双手 正准备接令旗时 江凡一只手抢先拿到了令旗 这事有下人提醒他 少爷 这是令旗 只有江家家主才能接 江凡伸手在令旗上 划布并道 江岳瑶骂 他什么时候可以给我爹下令 此时江凡在旗面上 写道做梦 洛比江凡 随之将令旗丢掉 江复愕然 并有些担忧道 反而 你这简直就是胡闹 到时候真出了什么事 我可护不了 江凡头都不回 说道 不需要 江复心里暗自说道 既然可以在上令旗写字 这才过了多久 反而已经是行器了 江家总部 江岳瑶接到传回的令旗 看到旗面上的字 重重地将令旗摔飞 并说道 可恶的江凡 真是岂有此理 他向下人询问道 我们什么时候启程回龙则聚 下人回答 三个月后 他脸上流露出 一抹不怀好意的恶笑 到时候也刚刚好是 龙则胡秘境开启时间 随即他在令旗上写下 江凡司接令旗 罪应当斩 令将他关押 待我三个月回归龙则郡时 亲自问斩 三个月后就是江凡的死期 因为江凡司接令旗 还在令旗上面写字 将令旗传回江家总部 得罪江岳瑶 被关押了起来 下人对江复说 少爷还年少不懂事 请家主三思 江海天 只有无奈地探讨 背下巴 这时江海天 走向关押自己儿子江凡的牢房 就站在牢房门外 静静地看着江凡 此时江凡正在修炼着造化乾坤诀 感知到有人到来 猛地张开眼睛 发现是江复并说道 父亲今日怎么这么有空来我这里 江复脸色有些黯然 对着江凡说道 用不了多久你就要处死 你不怕死吗 没想到江凡却一脸纵容 我不怕 我死不了 他一脸无畏 就算江家总部来了 也不舍得杀掉一个十五岁 就到达仙天境修士的天台少年 江复有点不敢相信 江凡已经修炼到了神器境界 江凡问父亲说 你堂堂江家家主 被一个黄毛丫头呼来喝去 父亲心里也不好受吧 我们江家被驱赶到龙泽郡多年 也是时候翻身了 只是我现在被关在牢房里修炼资源有限 无法进一步突破修为境界 江复立刻问道 如果我现在放你出去 你能在江月摇回江家前突破仙天境吗 江凡被放了出来 行舟在龙泽湖上 一条蛇在瓦潭里钻了出来 江凡伸手将其抓住 就是一条鱼的诱饵还这么嚣张 他脸条水面看去 一会就丢你去喂龙鱼 这次来龙泽湖 江凡主要是为了炼制九星丹 助他突破仙天境 而九星丹的主位要就是龙鱼精 此时江凡跳进龙湖中 很快就发现了三条龙鱼 江蛇披成几节 很快蛇血就在湖水里面散开 龙鱼立即上前开始抢脱 可闻到水里的气息之后 龙鱼眼珠立即翻白就死 江凡心里喜悦不已 成功了 只要取出龙鱼精 一张大网突然从水面罩了下来 顿时让江凡有些措手不及 大网包裹着龙鱼向水面拉去 突然一艘大船出现在水面 船上的一位公子高兴不已 辛苦了半个月 这次总算抓到 他朝拉网的吓人大喊 使劲必须赶在五父王大寿之前运回去 将龙鱼拉上了船后 却发现龙鱼都死 公子哥气急败坏 这龙鱼可是伴随龙气所生 怎么这么容易就死掉 此时看到了龙鱼鱼灵出现黑纹 散发着一阵阵臭味 一众吓人 就被熏得晕厥过去 公子哥感到不对劲说 是谁这么大胆 敢对我们广南王家 看上的东西出手 这时 船头传来两声咳嗽声 是江凡 他揉了一下后脑 没想到蛇毒如此难闻 还好龙鱼都还在 先说了再说 他掏出一个袋子抛向空中 大喝一声 龙鱼纷纷飞进空中的袋子 公子哥见状大叫 大胆 那龙鱼可是我抓到的 说着就想上前阻止 我可是广南王之子 你是什么人 敢敢抢我的东西 话音高落他 就被臭熏得不行 江凡说 我可不管你是谁 此时发现 公子哥脖子挂着一枚东西 凑近一看 原来你有领宝护身 难怪不怕蛇毒 说着便伸手去扯下领宝 公子哥急忙说道 那是我的东西 江凡将领宝拿到手 谁叫你们抢我的龙鱼 这个就当做你们的赔偿吧 说完就跳进水里 气得公子哥在船上怒吼 可恶 就算挖地三尺 我也要找到你 包了你的皮 拆了你的骨 让你不得好死 万针楼含千雪坐马车 来到江府找江凡 没想到被家丁拒之门外 差点把他给气吐醒 他再次上前去敲大门 这时家丁也来脾气 你还来劲了是不是 看我怎么收拾你 当家丁打开门时 一把扇子 就指着他的鼻子伸了过来 随即扇子打开 上面印着 家丁下的狂奔而去 江凡少爷 韩大小姐来找你 听到家丁来报 江凡在正感叹 万针楼真是好手段 都找到江家来了 此时就听到了韩千雪的声音 已经到了 韩千雪对江凡说道 卢家见过江凡少爷 江凡挥挥手说 别这样 我可是小辈 受不起韩前辈的这份大理 韩千雪 嘟起腮帮 卢家可没 有大你几岁 江凡说道 韩大小姐 屈尊到此 所为何事 卢家可不 是什么大小姐 江凡少爷 可知道九星丹 江凡立即说道 黄街上 丹方 不算稀罕丹药 韩千雪 表示说 虽然有配方 可是能成功 炼制他的成功率很低 江凡叹了口气说 炼制九星丹 必须在山里 高地 星光灿烂之时 借星辰灵气 不可见白日之光 很多炼药 是喜欢避世炼丹 自然成功率不高 韩千雪 跺了跺脚说 这么说 来你可以炼制九星丹 说着脸红的 贴近江凡而语 九星丹有位主 要是龙鱼精 想来 抢走广南王小王爷的 龙鱼精是你吗 他现在 可是到处在打听你的下路 江凡有些许生气说道 这个女人竟然 威胁我 韩千雪 打开一个墓盒 如果你需要炼制九星丹 这九月 花 百箱子 非牙兽丹 是必不可少的服药 江凡一手打翻盒子 这恩威病失 就是你们万真楼的手段吗 韩千雪 另一只手搭上 江凡的肩膀说道 哪里的话 如果江少爷愿意合作 万真楼愿意 付出所有资源 帮你化解此次危机 江凡冷漠的 看着他 这女人 我竟然看不透他 重生之前 万真楼好像没有 韩千雪这号人物 这时 一个家丁集 冲冲的闯了进来 少爷出事了 乔家带人闯入 和静安园 此时 江凡跟韩千雪 正搂在一起 简直不敢相信 自己的眼睛 江凡看到家丁到来 推开韩千雪说道 合作的事 稍后在意 此时 来到江家敬安园 乔家人 气势汹汹说道 竟敢关押大夫人 江月瑶 扶着大夫人 走过来 安慰大夫人说 姨娘放心 我一定帮你出了 这口恶气 这是一个人影 从屋顶飞了下来 说道 你们竟敢擅闯 敬安园 乔家家兵立即 拿起兵器 江月瑶 看到来人竟然 是江凡 说道 我正在找你 没想到你敢自己前来 只见江凡 笑了笑说 你还是这么凶 我说过自己来了吗 他突然将声音提高 想要合作的话 拿出一点诚意 这时 韩千雪喜出望外 这么说 江少爷 是答应了 卢家的要求 江月瑶有些惊讶 什么情况 这时 又有一个家丁 模样的人 走了过来 江月瑶忍不住大笑 就凭你们 也想阻拦我吗 韩千雪用扇子 顶着下巴说道 这点小事情 卢家 一人足矣 江月瑶想帮姨娘 出口恶气 没想到 半路杀出一个 比她更狠的女人 这时 乔家家丁 看到韩千雪就一个人 拿起兵器转过来 一个家丁表示说 咱们也不能以多七手 要不让兄弟 我先爽一手 话音刚落 就被韩千雪 一叽叽道 其他家丁 看情况不对 就将韩千雪围了起来 双方立即交手 韩千雪横空而起 一名家丁连闪躲的机会 都没有 就被他打倒在地 随后 一片惨叫声响起 一会公主 全部家丁都躺下 大夫人看到 韩千雪手拿的扇 吓得张大了 你既然是万真楼的人 韩千雪道 在下万真楼韩千雪 江月瑶说道 这是我将家家 是万真楼 与此无关吧 韩千雪说 确实跟万真楼 没有关系 不过江少是 我们万真楼的贵客 还请江姑娘 给万真楼一个薄面 素文将家家训 言气正信 这是要是传到江家祖部 恐怕江姑娘 也不好交代吧 江凡静静地 看着这一切 心想韩千雪 这手段可真高 江月瑶皱眉 想了想 跟大夫人说 让她暂时先忍一忍 过些十日 一定会回来接她 随后 江月瑶便离开 在经过江凡身边时 狠狠说道 万真楼不可能保你一辈子 江家在龙泽郡 只是附属家族 我作为总部的清传弟子 日后想杀你就算 你父亲再都没有用 江月瑶离开后 韩千雪笑着 对着江凡说道 卢家刚刚那套拳法 可还行 江凡说道 都是外家拳法 能看出来什么 韩千雪得意地说道 既然如此 下次想要试探 卢家这些渣渣 可不够抗 江凡跟韩千雪 一起坐马车回江家 刚回到江府 就看到广南 王小王爷带人 打进江府 真是回得早 不如回得巧 韩千雪问 江凡要不要先避避风头 江凡说 既然是冲我来 就没有回避的理由 小王爷正在逼问江家 一个下人 这时 江凡上前 把他扶了起来 一言 小王爷便认出 这个人就是江凡 小王爷恶狠狠地说 给我围住他 江凡一脸无奈说道 我们又见面了 这次又打算 送什么好东西给我 小王爷阴冷地笑着 没错 今天来 就是想给你送一份大的 刘叔 小王爷话音刚落 一个高大威猛的身影 从他身后走出来 韩千雪的下属 感知到那个人 是炼神镜的高手 说道 要不要上去帮忙 韩千雪表示说 先观望观望 如果这关他都过不然 说明 他没有资格 让万真楼 为他亲近所有 壮汉是炼神镜高手 看到江凡只有先天静 壮汉一脸无懈 我还以为 是什么大人物 胆敢得罪我们王爷府 原来只是一个 先天静的王毛小 江凡也无谓的直视说道 行不更名 做不改信 你爷爷在此 小王爷看着 有些不耐烦 破口大骂 王爷府 仰你不是让对敌人 说说话而已 赶紧杀了他 壮汉立即表示 我是广南王府 请来的克卿 可不是小王爷 你的手下 小王爷立刻服软说道 那是当然 还请刘叔为我做主 事后必当重谢 江凡听到壮汉 只是克卿后 流入出沉思之色 就在此时壮汉高高跃起 拿着大锤 向江凡砸去 江凡神色凝重 轰霉一声爆炸 这时火花四溅 强大的能量 鱼波将周围的家丁 都掀翻过去 小王爷看到 这锤威力如此之大 心想这下 他连扎都不剩了吧 壮汉正得意的笑了笑 却听到江凡一声冷笑 随之烟雾散开 地上出现一个巨坑 江凡却不见踪影 人呐 给我出来 韩千雪在马车上 远远的看着这一幕 心想这刘叔 只是王爷府 请来的客亲 必定不会十分忠心 就看江少 能不能利用这一点 这时壮汉身后 传来一声救命 壮汉转身看去 直接一把利剑架 在小王爷脖子上 壮汉立即狂怒说道 你敢伤害小王爷 就不怕广南王踏平江家 江凡说道 踏平江家之前 恐怕你会先死 堂堂练神进高手 连小王爷都保护不了 广南王怎会留你 听完壮汉有些慌了 壮汉说道 小子 你放了小王爷 你若能与我过三招 我保证不会伤害江家分好 江凡冷笑说道 你我境界差别太大 你当我傻子吗 壮汉一脸无奈 拿起大锤 就向江凡冲去 江凡将利剑 在小王爷脖子上一挤 有些徐血流了出来 小王爷吓得叫壮汉停下 刘叔 你想我死在这里吗 壮汉眼神犀利说道 你小子想干什么 放了小王爷 其他事我们好商量 江凡随手将一颗黄色药丸 向壮汉丢了过去 我放了他可以 你得先吃了这颗药丸 壮汉根本就没有把先天静的江凡 放在眼里 他咕咚的一声 吞了下去 立即感觉全身经脉 被阻断了 江凡一脚 将小王爷踢倒在他说道 此药名为结脉丹 须欺天赋服一枚 否则便会阻断经脉 直至修为消失殆尽 想要解药 就拿上古丹方来换吧 现在立即离开江家 两人不甘心地看着江凡 却无可奈何 小王爷哪里受的了 这期说道 江凡 我一定还会再来的 有人在江府外面谩骂 给你爷爷我滚出来 庭院家丁 听到满脸不耐烦 又是谁 烦不烦啊 他当想去打开门 一只脚就从门外踢了进来 一脚将他踢飞了 家丁心里一阵哀怨 看来我不适合这个岗位 门外来人说道 快把江凡叫出来 我要和他比划比划 三个年轻人从门口走了进来 他们为首的大喊说道 我们都是江月瑶的爱慕者 听说有人要插队 走在前面的两人 脸露不善说道 区区分支相巴了 也想觊觎摇摇 见他们表现如此嚣张 他们身后的公子哥也是无语 这时江凡现身说道 你们想给江月瑶当毛跟顿 我不介意 但是不要到处乱说 我眼光还没有那么差 会看上他 前面两人听完狂怒 找死 说着两人就进攻江凡 一瞬间 他们拳头就出现江凡面前 江凡伸出双手 一下抓住他们的拳头 他周身被篮火包 就在这时 对方两人就感觉到不对劲 狼火在他们手臂开始蔓延 很快就蔓延至全身 这是什么行 既然能够封住人的气海 江凡手掌冒着狼火 说道 你们回去跟江月瑶说 好好修炼少惹是生非 就在这时公子哥说道 江公子得饶人处且饶人 我秦峰代替他们给你赔不试 还请你原谅他们的势力 说完 他像倒在地上的两人说道 门外有我家随行的钥匙 赶紧先去治疗商吧 一名蓝色衣服的同伴 有些不服气的说道 秦峰你不用道歉 赶紧揍他 江凡听到后 便朝他举了举手掌中的蓝毁 吓得他们落荒而逃 江凡问秦峰你要不要也鄙视一下 秦峰却说 自己只是受到长辈的安排 来监督着他们而已 对于这个秦峰 江凡倒是有些印象 上一世他为人大度 虽然和他没有很多交集 只知道他后来也成为了 受人敬重的大秀 两人一见如故 便坐下畅谈 说到龙泽郡秘境时 秦峰表示 说秘境开启时 想跟江凡一同前往 江凡有些不理解说道 你已是先天境 为何想跟我一个先天未满的人 一同前往 秦峰解释说道 秦峰危险重重 如果江凡能炼制各种解药 我们便可以提前进入秦境 江凡之前得罪了广南王小王爷 他们家跟万毒宗关系匪浅 秦境开启之时 万毒宗说不定会对江凡不利 如果江凡愿意合作 他可以助江凡早日踏进先天境 江凡沉思了一下 看秦峰现在的境界 跟心态可以结交 于是便答应了 韩千雪也会一同前往时 秦峰惊住了 秦峰说道 他未婚夫要是知道了怎么办 江凡表示自己跟韩千雪 只是合作关系 秦峰一脸担忧地说 他未婚夫可是出了名的肚量性 而且韩千雪他事 还没说完秦峰突然停住 江凡问韩千雪是什么 秦峰表示不能说 刚才门外有人传音提醒他不能说 江凡陷入思考 这个韩千雪到底是什么人 上辈子就没有听到过他这号人物 密林中下着大雨 乌鸦被惊得四处逃窜 湖边早就集中了好多人 一辆马车飞驰而来 众人转头一看 是万真楼的马车 行风一下马车就狂吐起来 江凡在一旁安慰 习惯就好了 他们的到来 引起众人一阵躁动 是万真楼来了 那韩千雪真是漂亮 旁边那小子是谁 这你都不知道 江府的二少爷 十五岁便迈进先天境 一对师徒远远看着他们 年轻人有些羡慕 他们也太不避讳 看这背景 这秀的都冒出小星星了 江凡蹲下看着湖面 这水中之毒跟毒物 都来自秘境之内 秘境入口看来 在湖底 他伸手从湖里捞去湖水查看 把韩千雪吓一跳 你怎能如此莽撞 这水中可是带有猛狐啊 谁知江凡猛的一下 把水喝了下去 这般举动惊呆了众人 江凡脸露出痛苦之思 立即朝地面跪下 江凡说道 晴兄快把白宝袋里的丹炉拿出来 晴风急忙丢出白宝袋 丹炉悬浮在空中 炉边有红光环绕 江凡又让韩千雪 拿出所有解毒的草药 韩千雪立即明白 叫他拿出所有草药 是为了不让旁人看破丹方 所有东西准备好 江凡立即开始练丹 这让周围的人看傻眼了 江凡伸出两指大喝一升起 所有草药飞向丹炉 给我练 草药源源不断飞进丹炉 江凡全身贯准 不敢有丝毫松懈 韩千雪一脸担忧 不幸慢慢开始发作 晴风也出声担忧 江凡表示没问题 这样下去你不会死吧 江凡侧过脸说道 放心吧 没问题的 众人在不远处看着江凡 周身蓝光环绕 都忍不住议论纷纷起来 他到底会不会练丹啊 花里胡哨的 年轻人看不出 所以然来问道 师傅 那家伙到底留了哪些草药 在丹炉练丹 师傅说道 你的观察力还是有所欠缺 他是一样东西都没留下 他伸手捏住下巴探的 这个年轻人对我的操控力堪称精准 每种草药炼化火力都不同 有些草药甚至直接烧化 并不是每一味草药 他都用来炼制解毒的丹药 江凡大汗淋漓 他大喝一声开 随后一粒粒丹药从丹炉中飞出 江凡随手抓住 其中一颗丹药 代药王成功炼制解毒丹药 现场引得众人高价近拍 江凡却淡定的说道 小雪 你和秦峰啊 苏伊人一颗 剩下的丹药你来安排 尽量让其发挥最大的价值 说完江凡便想试试 刚刚炼好的丹药药效 刷的一下 丹药丢进口中 随后扑通一声跳进湖里 湖面上的众人看到如此举动 都懵了 众人开始议论纷纷起来 这毒太可怕了 就算炼神经的高手跳下去 都不一定回得来 人呢 怎么不见了 该不会被毒化成水了 就在众人各种猜测之时 这时江凡突然猛的 从水面露出脑袋 哭的一声吐出一口湖水 江凡说道 好舒服 这水温刚刚好 我先走一步探查入口 你们也抓紧哦 众人惊讶地说道 这丹药真的可以解读 众人便纷纷出高价抢夺 韩千雪心想 这药哥平时毫无价值 可是现在却是无价值宝 如果借此机会 给一些大宗弟子 卖个人情 还是不错的 这是一个扶着拐杖的驼背老者 走了过来说道 剩下的两枚丹药 我出五十株灵药 此人正是天门宗的卓灵前辈 韩千雪说道 九两前辈大名 就在此时 传来一名男子的声音说道 我出一百株 一名红毛男子 黄缓走过来说道 驾高者得吗 我玲珑格声望 就不止值 这一百株灵药 把丹药拿过来的 玲珑格虽然整体实力 在天门宗之上 但是名声可不太好 总是喜欢仗势欺人 情风健壮 走过来抓住红毛男子 肩膀想阻止 啪的一下 直接被甩开 随后便继续调戏 韩千雪说道 美人 你应该还藏着很多好东西吧 给老子看看 话音未落 韩千雪的下人 韩千雪一脸不懈地说道 其他东西就没有了 倒是可以给你 添加一点颜色 阿苏 交给你吧 而此时 姜凡来到了谷底秘境 随后 韩千雪等人 也来到了谷底 这时姜凡往深处裂隙止去 表示入口可能在洞窟之中 韩千雪听了 立即回应表示 我水性不是很好 你得进一步 确定是不是这 姜凡双指对准额头表示 我自有办法确认 随后姜凡使用灵魂力 感知到了 屋底灵药的能量波动 表示道 看来秘境入口就在此处没错 就在这时 还没等姜凡等人反应过来 一只巨大的水怪张开大嘴 向他们冲了过来 关键时刻 韩千雪抓住姜凡的手 把姜凡甩了出去救下姜凡 为救姜凡 韩千雪落入了水怪腹中 此时姜凡望着水怪 心想怎么才能救出韩千雪 这时一旁老准说道 韩小姐的舍生精神老夫很是佩服 不过现在最要紧的 还是抓紧时间 进入秘境 而姜凡毫不理会说道 韩千雪是因我而掉进水怪腹中 我不能丢下它 再说 我们的氧气不足 到达不了秘境深处 目前这条水怪 就是我们最好的载具 说完姜凡便叫秦峰跟阿苏过来 伸手拿出丹药 是超浓缩的胃增丹 这个是顾本陪人的好东西 可被胃增丹沾染上的东西 就会变得可口美味 鲜嫩多汁 随后姜凡将丹药丢进了水怪口中 紧接着姜凡 团结众人 向水怪发起攻击 最终水怪不敌只能跑路 众人见状水怪想要逃跑 立即使用腹兽绝 将其困住 随后姜凡来到水怪腹中 寻找韩千雪 就在韩千雪掉 将要进水怪胃酸之际 姜凡突然出现 朝韩千雪大喊道 快抓住我的手 并用匕首扎进水怪腹中 悬浮在半空 这时韩千雪望着姜凡 感动地说道 你怎么也进来了 姜凡反问道 您知道这么危险 为什么还要救我 这可不太符合 韩大小姐平时的作风 这样现在怎么办嘛 就在两人交谈之际 插在水怪腹中的匕首 忽然滑落 姜凡见状惊慌失措 大喊道 一定是你 平时吃得太多了 堆位太大了 匕首扎力顶不住 韩千雪一脸暴走的样子说道 本大小姐堂堂淑女 你竟敢说我中 嫌弃我中那你放手啊 谁叫你来救了 如料这时姜凡万力不足 一下就真的松开了手 韩千雪冲着姜凡说道 你一定要活下去 随后变掉进水怪胃酸之中 姜凡毫不犹豫 也直接跳下去 一把手抱住了韩千雪 姜凡说道 我不知道为什么明知 可能会死你还救我 但是你还欠着我药材呢 我不允许你就这么死 就在韩千雪将死之际 姜凡身上的吊坠 突然散发金色光芒 因姜凡吊坠金光 将水怪炸裂开来 姜凡两人也被传送了出来 刚好达到了天文中的卓林长老 韩千雪因溺水还昏迷不醒 此时需有人给他肚气才能醒 众人一致认为 韩千雪因为姜凡才变成这样 应该由姜凡来肚气给韩千雪 为了报答韩千雪 不顾微生命险救下自己 姜凡也只能无奈赵总 不料此时姜凡脑突然浮现出 当初掉下悬崖 将他救下的女子 这时韩千雪猛的一下张开眼睛 第一反应就是一拳 将姜凡打飞了 阿苏上前安慰姜凡说道 姜凶玫瑰都是带刺的嘛 姜凡无奈回答 这哪里是什么玫瑰 明明就是一个仙人球 而此时 韩千雪握住姜凡当初抢夺小王爷的那个吊坠 心里默念的说了一声谢谢 随后众人来到龙泽湖秘境之中 秘境犹如仙境一般 四处散发着耀眼的光芒 行踪感叹道 能创造这样一个独立空间 秘境的前辈一定是神功造化 随后行踪调侃姜凡说道 姜凡你有没有觉得 韩千雪对你跟对别人有点不太一样 姜凡回答 有吗 怎么可能 接着跑去跟韩千雪走在一起 这时姜凡看着墨龙经理的 韩千雪寻问道 这墨龙经是什么东西 秦风解释道 传说龙泽湖内有一条蛇修炼千年 最终化龙而去 墨龙经就是他吞下凡胎俗化 听完江凡心想 若拿这墨龙经在炼丹的时候 温养丹药 不知丹药是否具有龙性 如果可以也不需此行 随后江凡召集众人 秦风拿出了秘境地图说道 据我调查得知 龙泽湖秘境中可能有传承之地 御龙潭 飞龙窟 以及迷雾环绕的化龙渊 我们来此之前听说 化龙渊无人能进 而飞龙窟九死一生 上次开启的时候 大部分高手都死在了这里 但传承之地在墨龙窟的概率最大 就在众人纷纷在讨论传承之地的时候 一只闪闪发光的昆虫落在一名男子背上 还没有等众人反应过来 他的身体就开始发生了一遍 一名男子只是被昆虫轻轻咬了一下 还没来得及拯救 一时间突然就变成了隐人 就在男子腾空而起 准备向众人发起攻击的时候 江凡正面凝击 一把抓住他的手 使出凝火绝将他的手臂点燃 随后众人合力将其消灭 让男子发生一变的昆虫名为尹尾姑 是龙泽湖匿境的特有生物之一 主要是群居为主 就在众人讨论尹尾姑之时 一声奇怪的声音传来 江凡说道 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 应该不止只有一只 话音刚落 众人头顶出现成群结队的尹尾姑 环绕飞舞 江凡说道 大家赶紧撤退 逃跑时 江凡一击领想到的一个办法 就是告诉大家一起分头行动 这也是江凡单独行动的一个好机会 江凡突然露出了得意的微笑 心里想着 我堂堂一带药王 有些材料我并不想让你们知道 众人还没有反应过来 江凡突然自己朝着不同的方向跑去 随后告诉众人 我负责江银尾姑引开 大家都前往御龙坛会合 说完就拿出了一个透白的驱虫药 没想到的是银尾姑 看到江凡手中的驱虫药 变得更加兴奋 跟随着他穷追不舍 逃脱的寒千雪 感觉到江凡行为有些异常 轻想江凡身怀一己 熟悉药物 所到之处一定能有所发现 单独行动一定有自己目的 而此时 江凡利用去虫药江银尾姑 集中吸引到一旁 江凡正准备离开去找九星丹炼制的 必备材料万物组时 转身发现头顶有个散发金光的灵魂 这下就剩万物土这一位材料 万物土只有在黑甲椅巢穴深处才能找到 但是进入秘境这段时间 既然连一只黑甲椅都没有看到 随后江凡找到一个山洞准备 休息一下好再次出发 轻想 如果能够避开黑甲椅 直接进入巢穴深处 就可以避免很多麻烦 毕竟黑甲椅水果不清 算是秘境最厉害之一的存在 而且重生以来 许多事情跟上仪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上仪式万真楼并没有含千雪这号人物 还有江我就下的那个女孩 真的失灵了吗 也许造化乾坤绝威力太大 使得重生之后历史发生了偏差 江凡在山洞休息得正舒服 就在这时一只高大威猛的野兽 在他身后拍了过来 幸好江凡早已察觉 已在手掌中不断凝聚着真气 挡下了野兽的第一击 可没想到的是彼此四目相对之后 既然成为了朋友 直接在山洞中碰起了杯 施承天激动地将酒一饮而尽说道 过去几百年 没想到我还能有幸喝到如此佳酿 就算是死也无憾 江凡看着施承天一脸疑惑地问道 你是妖兽王族 还是秘境土著妖族 施承天听完暴露 直接捏碎手中的酒杯说道 别跟我说那些混蛋 老子来自万寿山 八百年前意外进入此秘境 并获得此境传承一举 突破到炼神境 因沉迷修炼错过了离开秘境的期限 不巧的是正好是土著妖族苏醒的时候 因此在秘境之中被追杀数十年 最后被关押在飞甲乙潮雪 放了老子八百年的血 这些年因精血流失严重 让我的修为跌落至此 如果再这样下去 恐怕我坚持不了多久 就要陨落在此 老子真不想这么没有尊严地死在这 听完江凡心想 再次整整被放了八百年的血 此时我要是能将其救出 日后必定能为所用 于是江凡对施承天说道 我要是能帮你离开此地 你是否愿意任我为主 终身守护着我 听完施承天一脸不屑说道 就凭一个先天境后期修为 实在可笑 这些黑甲乙连当初我练神境 都无法对付 再说黑甲乙之上 还有话还没有说完 施承天的身体 就被法阵一阵抽血 随后血液顺着锁链往东外流去 这时两只黑甲乙走得进来 江凡心想 真是责运不如壮 这么轻松就来到了黑甲乙的潮雪 暗自说道 施承天带我取道万物 我便带你离开这里 随后江凡顺着锁链 离开山洞 却意外发现之前进入秘境的修饰 都没有逃过此劫 这时江凡发现锁链 连着一个巨大的一轮 江凡突然明白 为什么从路径一直都没有遇到黑甲乙 这么多一轮 是想组成军队吗 要是让他们成功组建 必将后患无穷 此时江凡发现以后 在吸收真气进阶 小心翼翼的取走万物 随后在手中凝聚真气 杀了这么多人类 临走前 也让你们这些臭蚂蚁知道 导致的厉害 说完便 一把火烧了一轮 一轮被江凡点燃后 以后暴怒的冲了出来说道 是哪个挨牵刀的 敢敢擅闯以学 打扰我清修 说完便感知到再逃跑江凡 随后便招来众多黑衣 将江凡团团包围 这时以后 向江凡走过来说道 人类 一个先天进后期的小子 竟敢焚烧我的巢穴 打扰我进阶 而此时江凡感觉到以后 散发强大的威压 压制的身体无法动弹 江凡心想 历尽竟有这种恐怖的怪物存在 以我现在的境界 根本不可能正面对讨 就在此时以后 用锋利的爪子指向江凡的下巴说道 是想我留住你的头颅做灯罩 还是将你做成 我繁衍后代的傀儡消息 直至千秋万代 而此时 江凡偷偷打开百宝袋 就在以后动手瞬间 江凡驱动灵力 摆脱了以后的威压 避开了致命的一击 以后说道 不错 竟然能够抗住我的威压 随即江凡将特制的 浓缩毙一旦扔向以后 一连爆炸后 江凡逃回镇压石成天的山洞 没想到石成天锁链上的能量 突然消失了 随后 石成天一声咆哮 瞬间 震开了身上的锁链 两人还没来得 急说明情况 以后紧随其后就追了过来 江凡见状说道 快跑 没时间解释了 没想到的是 以后瞬间就来到了江凡身后 就在江凡将要落入以后之手时 一只巨大的石以龙破头而出 打在了前面 江凡跟石成天趁乱逃出了黑衣洞 随后江凡骑着石成天 被黑衣 追着回到柱底 集合众人不起结界 将黑衣大军挡在结界之外 这时 天门宗的卓陵 长老黄桓走了出来说道 江凡小友想必 是为寒大小姐而来 他现在在灵山 此结界只对妖族有效 人类可通行 黑衣数量庞大 恐怕坚持不料多久 江凡小友可以先行一步 大家在御龙堂回合 听完江凡心想 这老家伙有一八九 前世虽然他得到龙泽不秘境的传承 但是门下弟子死伤过半 刚出秘境被门下弟子 背叛惨遭暗算而死 既然这是你遇到了我 正所谓实施物者为俊杰 这老家伙 要是能不死成为我的助理 对我而言 便如骨添翼 就看这一世 我能不能改变 他的命运 随即江凡将剩下的碧衣丹 丢给卓陵长老说道 这是我经历境前炼制的碧衣丹 扶下一颗 黑衣十二个时辰之内 无法感知你的存在 多谢前辈 方便于我 这些碧衣丹就送给前辈 还请前辈卓琴分配 不要太过于相信身边之人 听完卓琳前辈心想 难道是指老夫先前袖手旁观 会是亲信心生戒敌 不仍抵挡住黑假以的攻击 江凡跟施承天来到鹤山 找韩千雪 传说鹤 山就是模糊了生气界线的林山 江凡问施承天说道 你来过这里吗 施承天回道 我倒是想我没有来过这里 这里太恐怖了 竟是一些不好的回忆 所以接下来 不管发生什么 你都不要觉得意外 就在这时 只见迷雾中 出现一个若隐若现仙鹤的身影 施承天一下就冲了上去 江凡愣住 只听见施承天 自言自语说道 这些年 你把老子坑惨了 老子无时无刻在诅咒着你 没想到你这只破鸡还活着 话音未落 就跟仙鹤打了起来 没想到的是仙鹤 紧紧一招 就把施承天撂倒 随后仙鹤说道 这么多年过去 连本仙鹤一招都接不住 废物就是废物 有本事就跟我来 说完转身就要离去 随后施承天便追着仙鹤进 入了迷雾之中 江凡也只能紧跟其后 却发现跟丢了 就在这时 江凡听见一声不远处的隔空 传音说道 后声 静殿接受试炼吧 接受传承 你将永世不醒 江凡穿过迷雾 看到了一座名为仰赫堂的大殿 江凡心想 这是怎么回事 难道这里有传说中的传承吧 还没等江凡凡 音过来 施承天便从大殿中飞了出来 这时出现指仙鹤 站在大殿上不切地说道 就凭你 也配当我贺刘云的对手 听到贺刘云这个名字 江凡想起了前世的一味质疑 上一世 贺刘云和江凡一起血战沙场 临时之际 贺刘云对江凡说道 如有来世 再会之时 定要与你痛 三百杯 浮生醉梦 这时江凡淡定地走上大殿说道 刘云兄 真的是你吗 随后江凡从百宝袋掏出一颗丹药 吃下这枚丹药 可以帮你止血疗 伤 我是不会伤害你的 相信我 贺刘云 江凡要吞下 随后江凡走向大殿 江凡推开殿门时 发下含鲜血 和阿苏已经昏倒在地 这时一名 男子在黑暗中露出诡异的微笑 吃成天 见诏说道 先别过去 这座山 邪性得很 听完江凡心想 话虽如此 但是我也不能见死不救 不过 还是先准备一下 还好上天 待我不薄 随后 对贺刘云说道 自补贺家 独成仙 心想 还好友善 仪式的记忆 不然又免不了打一架 江凡不料 重生之后 还能见到 前世因自己而死的挚勇 上一世 贺刘云最讨厌的 就 是江凡说他是妖 都说 自古贺家独成仙 要是被称之为妖 那就是贺们的耻辱 贺刘云曾跟江凡说过 如果再称 他为妖来羞辱他 就跟江凡割袍断意 也不为 只可惜 贺刘云直至战死沙场 也没有给江凡 割袍断意的机会 现在江凡 重生还带着 前一世的记忆 江凡 再见到贺刘云 就是想真正得到 他的认可 所以 江凡对着贺刘云说道 自古贺家独成仙 希望仙人 给我行个方便 我是一名恋 要是 所求不过仙家 一语之语 贺刘云 一脸不懈的看着江凡 用一枚 止血单救 想换我一语 你这小算盘胆不错 这时 江凡机灵一动说道 我再请你喝酒 和贺刘云 听完眼里放光 直接化成人形 拿出一个酒 葫芦 拿酒来 本先已经 许酒 没有喝酒了 江凡剑撞忍不住 笑出眼泪 随后 三人就地而作唱 引了起来 此时 江凡 一脸心疼的看着贺刘云 心想 原来 这个家伙小小年纪 已经是酒鬼了 这时贺刘云说道 这酒还不错 你叫什么名字 此行此景让江凡 想起了前世 的一些美好时光 于是江凡站起来 回答 在下江凡 接着贺刘云说道 进店去 如果你能活着出来 我再与你讨酒喝 说完便给江凡 送了一米 江凡 从本 宝袋取出丹炉 准备炼制丹药 心想 寒谦血 跟阿苏倒在店内 想来店内有迷幻 震 焚心草药笑虽裂 但在寿迷之时 可以强攻心肺 以剧痛唤醒心智 不管里 练有什么 我都得去闯一闯 这时店内有人突然大喊 后生 以太墨井 还想 要接受传承吗 江凡调皮回道 带我炼好这炉丹药 就来 会会你 随后 江凡便催 动火灵绝炼制丹药 瞬间丹炉 金光四射 片刻之后 丹药炼制而成 江凡 拿起丹 药直接服下 准备进入店内 石成天 本想跟江凡一起进入店中 不料店中之人 忽然说道 小诗 已去过红帆洞 你身上有那人传承的味道 既然你已经得 到他人传承 便不可再进入店中 说完便 催动灵力将 石成天困准 这时 江凡突然 被吸进店内 石成天 见状大喊 江凡 传承不是你想象的 那么简单 千万不要 随便就接受传承 话音刚落 店内突然关闭 江凡再次睁开眼时 只见一尊石 活在他面前 江凡为了救出 寒千雪 来到大殿接受传承 却不料被一尊 横空出现的 石活死死压 这时江凡面前 出现一个大兄女子 自称道 我便给你一个奖励如何 江凡一脸疑惑说道 前辈 咋先不 说奖励 能否告知 您对他们二人 做了什么 傲天尊者回道 他们只是承受不住 我的传承灌顶 昏迷过去而已 江凡接着问道 敢问前辈 如果我不前来 他们会怎么样 傲天尊者手搭在江凡 肩膀紧贴在江凡身上说道 你先关心一下你自己吧 这么不专心 可是会死 紧接着突然就脱了江凡的上衣 此时 傲天尊者 手掌凝聚伶俐 后生 你可要撑住了 一丝都不能外泄 说完便给江凡冠淑灵 另 女子感知到江凡跟武器家 心想 好像得到这具身体 而此时 江凡来到奥 天尊者的石海 突然感觉到 造化乾坤绝有了反应 造化乾坤绝本就是 以人体为 丹炉炼化世间真气 最终化为内丹归原 而奥天尊者丰厚的真气 恰好被江凡体 内的造化乾坤绝 转化为己用 此时 江凡因炼化了奥天尊者的真气 成功突破禁忌 一缕金色真气直上明霄 店外的贺刘云 看着金色真气 心想他既然真的成功 此时 奥天尊者 看到突破后的江凡说道 这就是我渴望的身体 既然接受了 我的传承 那么 把我人也一起受了吧 把你的身体 一起给我 接着就向江凡发 起了攻击 江凡健壮说道 我就知道天下 没有这么好的事情 传承说给就给 原来前辈是想要我这具身体 接着突然一阵爆炸 因为奥天尊者的攻击江凡受 那重伤 奥天尊者对江凡说道 你既然得到了我的传承 借你的身子 让我逃出 禁锢也算知恩图报吧 江凡擦了擦嘴角的血说道 前辈您说笑 您这哪里是 借身子 分明就是想在我接受 传承虚弱的时候 夺手我这具身体 而江凡正借助 吃下的焚心草 带来的剧痛 是清醒 还没等江凡恢复好 奥天尊者突然闪到江 凡的身后准备下手 就在此时 空中一根羽毛突然落下 只听见轰的一声爆炸 这时赫刘云站在了江凡的面前说道 别来无恙啊 奥天尊者 等了这么多年 终于等到你从那时刻里面出来了 上一世的挚友为了救江凡 再次挡在了江凡面前 奥天尊者暴走的说道 刘云你在做什么 他已经得到了我的传承 只要我们一起控制住他 我们就不用再待在这个鬼地方 难道你不想离开这里吗 赫刘云回答 我当然会离开这里 但不是跟你 此时赫刘云手掌早已凝聚真气 话音刚落 就向奥天尊者发起了攻击 奥天尊者腾空一跃后 被说道 你在做什么刘云 我是你母亲 奥天尊者跟赫刘云的对话 让江凡想起上一世课 刘云说过 他母亲亲力 培养他就是为了夺射他的身体 所以上一世课 刘云用他母亲传给他的功法 杀了他 随着赫刘云的攻击 轰的一声爆炸 江凡以为奥天尊者已经被他击败 还没等江凡反应过来 一道金色光柱穿过赫刘云的身体 此时奥天尊者全身发出金色气息 从废墟中走了出来说道 千百年来 我待你不保 你太让我失望了刘云 你想置我于死地 紧接着奥天尊者对着江凡说道 后生 我改变主意了 我可以不要你的身子 也可以给你传承 只要你把那赫刘云身子给我 还可以让你体验先赫 一族双修的好处 说完便用手掌 将赫刘云吸了过去 此时 赫刘云想起小时候 奥天尊者本是精纯善良的人 因伤势过重 经过受罪 导致邪念入体 临危之际 产下赫刘云 就是想把希望寄托在赫刘云身上 当自己心智丧失的时候 赫刘云可以将他斩杀 这时赫刘云双眼散发金色光芒 随后用心灵传音 跟江凡传话说道 他本是奥天尊者的一缕残念 为守护传承而生 长时间受传承诱的 让邪念侵蚀了本心 这也是我一直守护赫山的原因 不能让闲人进入此处 他也早就想好 只要有人接受传承 他便可以夺射内人的身体 破开禁锢离开这里 我的使命就是不能让他离开 既然成功得到我母亲的传承 我一定不会让他伤你分毫 接下来就交给我吧 你找机会带着传承离开 赫刘云叫江凡先走 让江凡想起上一世也是这样 最后眼睁睁看着赫刘云死在他的面前 此时赫刘云再次向奥天尊者发起攻击 不料一招赫刘云就被奥天尊者打趴下 这时江凡周身金色灵气环绕 一拳将奥天尊者打退了数十步 感觉元气稳步 火灵爵也越发熟悉 虽然江凡还不能完全控制造化乾坤爵 发起攻击 但是在石海里确实感觉到他的存在 此时奥天尊者捂着胸口愤怒的说道 如此精纯的火气 真是太霸道 世间罕见 这个后生到底是什么来的 这时江凡笑嘻嘻的走向奥天尊者说道 前辈 我不打算逃走 我想通了 我来到此处本就是为了救人 如果我就这样 丢下他们自己逃走 事后定然过不了自己心里的那一关 此因果日后必定会影响我的修行 奥天尊者见状说道 后生你又想耍什么诈 江凡回答 前辈您说笑了 以我的实力还能耍什么诈 我的朋友还在这里 而且我也不想因为我害死这个小仙家 我是个很贪心的人 我想让他们都活着 说完江凡周身 散发出强大气息 贺刘云见状说道 江凡 他是要夺蛇你 你不能这么做 就算你把身体给他 他也不会放过我和你的朋友 他已经完全入魔了 一旦他拥有新的躯体 我们都得死 你不要做傻事 还没等贺刘云把话说完 奥天尊者手轻轻一挥 就将贺刘云打趴在地上 奥天尊者说道 烦死了 真后 毁生了一个只会磨嘴皮子的废物 江凡见状说道 失成天 你快救他 失成天不屑地回道 救你会使唤人 这时 江凡突然站起来说道 前辈 我已经躺平了 来吧 此时江凡散发出灵力 与奥天尊者连接在一起 奥天尊者惊慌说道 这是什么 你要自己献舍吗 后生 你个混蛋 小小年纪 你是哪里学来的这种献舍禁术 江凡露出一脸影响 机不可失 时不再来 你还不进来吗 失成天见到此景一脸惊讶 在江凡的内景世界 奥天尊者根本就不是对手 江凡一手拉住奥天尊者 将其丢进丹炉之中 奥天尊者惊慌失措地说道 江凡 这是怎么回事 这样可不行哦前辈 刚刚是您想要进来的 现在吵着出去的也是您 看来猴急的人持久力 确实不怎样 说着江凡就开始将灵力 注入丹炉开始 炼化奥天尊者 由于灵力不足 江凡撕心裂肺的奈喊一声 头吐鲜血 这时 失成天急忙扶起江凡说道 江凡 你怎么样了 你不要吓我 紧接着江凡面部猙獰 说了一声 吵死了 你有这功夫叫老子 不如借点功力 给我实在 说完便一手紧紧抓住 失成天的手臂 失成天惊慌说道 什么情况 这是在我吸的元气 难道是被那婆娘 夺舍成功了吗 失成天撒手就想跑 没想到被江凡紧紧吸住 这时 江凡说道 失成天 说好的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快把你的妖力 借一点给我吧 失成天无奈回道 老子被以后吸了800年 现在你又来 吸了失成天的妖力 江凡又将丹炉悬浮的控制 在半空开始炼化 此时 让江凡想起来 上一世全程时期的自己 面对着千军万马也无所畏惧 想着回到巅峰时期的 自己 江凡英孝的浑身发抖 接着专注炼化奥天尊者 心想 一个被斜念侵蚀的上尊灵体 真期待能炼化出什么东西 这时 奥天尊者被丹炉中的猎物 燃烧得忍不住大脚 好热啊 快要融化了 片刻之后 丹炉突然安静下来 江凡得意地说道 看来杂志都清除干净 此时在大殿中的贺流云也缓缓醒来 刚好江凡也伴随着巨痛醒来 贺流云健壮立即站起来 用一只鲜鱼指着江凡的脖子说道 你是江凡还是奥天尊者 随后江凡说道 冷静点 我皇帝里带了礼物 你这样对我不好吧 说好的一起喝酒 贺流云一脸疑惑说道 你真的是江凡 你没有被夺赦 你既然能杀了他 江凡回道 说杀也不准确 毕竟他本身就是灵魂体 这时贺流云痛苦地捂住头说道 他那么强 你怎么杀得了他 我守护在此这么多年 杀了他 那我算什么 明理我才是应该帮他解脱的那个人 贺流云因不是自己帮助母亲解脱 而感到傲 此时江凡想到 上一世就是贺流云杀掉奥天尊者 帮自己母亲得到了解脱 而当时贺流云并不开心 痛苦万分 江凡见状说道 真是个麻烦的家伙 小仙家 我说过 我给你带了礼物 你看看 我给你带了什么 这时江凡手掌释放灵力 而耀天尊者的魂体也随之浮现在半空 贺流云一脸不敢相信的看着 激动了 叫了一声母亲 转头就质问江凡 你是怎么做到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江凡回到 换做别人的话 确实不可能 但是我 可是一个炼药师 你要知道 这世间 就没有我炼化不了的东西 正常的炼药试本就是 把一些天才地宝 融合在一起 然后去除他们的杂志毒性 让好的一部分炼化成单药 给人服用 起到致病疗伤 提升修为的作用 而我这次只不过是把前辈的魂体 以我的身体为单炉 进行炼化 在这个过程当中 自然就把前辈的心魔 当作有害物质剔除掉 所以前辈 才能还原最初的样子 贺流云脸露笑语说道 真的吗 江凡不忍的安慰说道 你也先别急着高兴 事情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 转头向奥天尊者说道 你说对吧 前辈 奥天尊者缓缓从半空飘落在地上 对着江凡说道 后生 你做的已经够好了 现在让我跟我儿单独说几句话好了 这时江凡走出大殿说道 那您就抓紧时间 心想 毕竟留给您跟贺流云的时间 已经不多了 这时江凡得含千雪佛下单药 师承天向江凡问道 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 江凡感叹回答 是啊 接下来怎么办呢 江凡不由自主想起 在内心世界跟奥天尊者 和自己的对话 奥天尊者清醒之后 对江凡说道 多谢圣者的不杀之恩 江凡回答 前辈客气了 不过是一些机缘罢了 接着奥天尊者说 恕我直言 圣者此次为我炼化心魔 内修大祖 恐怕数年之内 都无法在你现在这般模样现实 小女子惭愧啊 江凡一脸不在乎说道 前辈误会了 我此番作为 也只是无心插柳罢了 你儿子上一世为我而死 这一世 就当是我做的补偿吧 奥天尊者回答 小女子虽得圣人炼化圣子 但是神魂虚恶 恐不得长存 弥留在即 我还有一些疑虑 还望圣人解脱 江凡回答 圣者从何而来 为何神魂能做到 与这肉体如此切合 以至于 我此前都未发觉 这具身体已被夺胜 江凡微微一笑说道 那是你一开始就想错了 不是我与这具身体切合 而这具身体原本就是我 我欠你儿子一条命 上一世我与贺流云 被追杀到悬崖边时 贺流云为了咒我而语诺 这时江凡突然晃过神来说道 诗成天 休息得差不多了 背上寒谦雪和秦风 我们走吧 诗成天一脸一过说道 就这么走吗 你不等一下那只破闹 江凡回答 你得了吧 传承都到手了 难道你非得拐走 人家儿子你才满意 而此时 贺流云已经昏睡过去 随后傲天尊者周身 被金光环绕说道 流云不要责怪娘亲 既然圣者明年说 未来你可能会为他而死 我得知你未来命 又怎么舍得你冒险 这时傲天尊者 耗尽谨慎慎的修为 将贺流云 变成最初的形态 而此时 江凡心想 难道这不是最好的结局 流云兄这一世你 再也不会因我而死去 第二天 太阳缓缓升起 江凡等人 也开始了新的启程 江凡伸手想抓住傲天尊者 不料 手直接穿过了 傲天尊者的身体 这时 江凡心想 果然跟想的一样 他既然是魂体状态 怪不得贺流云 先前的攻击 扑了个空 既然是魂体 那就把你拉到 我可以碰到的地方来 随后江凡的身体 把傲天尊者 吸了过去 两人紧贴在一起 将傲天尊者 江凡苏醒后 两人出现在了 江凡的内景世界 江凡说道 前辈既然进来了 何不出来好好谈谈 傲天尊者回道 后生 你猴急什么 就这么迫不及待 想被我吃掉吗 江凡听完回道 前辈当真自信 前辈可知道 这里是我的内景世界 贸然进入他人内景 相当把命交到了他人手上 就在这时 傲天尊者脚下地面突然裂开 傲天尊者一脸一火 心想这小鬼才多大 内心世界怎么会这么强大 而江凡在自己的内心世界 不要 变回了上一世的药王样子 坐在诗意上 悠哉说道 要不是你想要夺舍我 我都忘记了自己原来的样子 原来的样子 可真让人怀念 可惜平时 只能在梦里回忆一下 傲天尊者 惊恐地问道 你到底是什么人 难道你这小鬼 已经被别人夺舍过了吗 江凡一脸笑嘻嘻地 站起来说道 不好意思 忘记自我介绍了 在下名为江凡 你也可以称 我为要舍 傲天尊者 气急败坏说道 我根本就没有听说过什么要舍 江凡回道 这都是上一辈子的事情 你不知道也属正常 但是我清楚地 听到你说想夺舍我的身子 说着傲天尊者 便向江凡发起了攻击 江凡身子一侧轻松躲开 随后 捏住傲天尊者的脸说道 在外面的世界有些话不好说 但是 在这里我突然发现 我也想要你的身子了 你说说 我应该怎么办 此时 在外面世界的尸程天 终于把他们几个拖到了一起 心想 现在只能看你的了江凡 还全部都要 我看你们 全都要死 这时江凡突然吐了一口血 尸程天急忙向前 将江凡扶起说道 你一定要挺住 不能让那老妖婆得逞 画面回到江凡的内景世界 内景世界中石头竟然在崩塌 而江凡也注意到了变念头 身体这么快就撑不住了吗 看来得速战速决了 随后 江凡便将尊者丢进他的炼丹炉中 不久后 等到尊者慢慢清醒过来时 他发现自己周围都是火边慌张地说道 怎么回事 这里是哪里 江凡你给我出来 不久后 他也终于意识到 自己被禁锢在了炼丹炉里 他慌张地喊道 江凡你要做什么 放我出去 然后江凡便悠哉悠哉地 看着手上方的丹炉笑着说道 这样可不行啊 前辈 刚刚吵着要进来的人是您 现在吵着要出去的人又是您 上一个视频说道 穿越重生的江凡使出现射禁术 将被邪念侵蚀了心智的尊者 拖进自己的内境精神世界 刚刚在外面他还牛掰得不行 而此时却被江凡随意地拿捏 丢进了炼丹炉里 但是不久后正在练他的江凡也感觉到 自己外面的身体快要撑不住了 在内境世界里需要大量的元气来运行 而不知情的狮成天便一直紧张地 看着他痛苦的表情 随后江凡又渴出一口血 狮成天却不知如何是好 便一直喊着 江凡 江凡你怎么样了 你不要吓我啊 而江凡却是觉得这头狮子属实太吵了 有这点功夫喊老子 不如给我传点功力来得实在 江凡便控制外面的身体 一手抓着狮成天 狮子惊讶地看着他的手 怎么会这样什么情况 不知道怎么回事的 施承天突然感觉到不对劲便站了起来 卧槽 他在吸我的元气 难道是被那个妖魄夺手成功了吗 而此时在内境中的江凡传音给他说道 说好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施承天 你报恩的时候到了 把你的妖力借给我吧 而施承天却说 我没有说过好吧 施承天连连惨叫的同时心里还想到 老子刚被吸了五百年又来 画面回到江凡的内境世界中 有了施承天贡献的元气后 江凡便继续炼化妖女尊者 同时心想到 果然想要自主催动造化乾坤绝的残卷 就算是已经突破到先天上镜的 我也还是很困难 为了要封住那个女人 连装插都装不下去了 已经拼尽全力了 就在他一边炼着一边想着的时候 内境世界周围也在不断地崩塌 而他此时却突然想起 自己当年全盛时期的自己是有多么的牛掰 还有那些很不好的回忆 想到这些回忆 此时的他笑着激动地浑身发抖 然后看着丹炉说道 一个邪念入侵的上尊灵体 我现在真的很期待可以练出什么东西来的 而此时丹炉里的妖女尊者 一脸享受的表情喊着坚持不住 要被融化了 江凡在外面也听到他的声音便笑着说道 没用的 进了我丹炉的东西 从来都没有逃出去过 随后 江凡看着丹炉缓缓落下 看来杂志都除干净了 说完便打开丹炉 顿时丹炉内散发出耀眼的金光 刚刚才重生的江凡提前进入秘境寻找机缘 竟然遭到了被邪念侵蚀的上尊灵体夺舍 假如说是一般修饰的话可能会被夺舍 但是有外挂加深的男主 岂会被轻易夺舍 就在尊者进入到江凡的内境世界后 他万万没想到的是 在这内境世界中他竟然如此强大 堪称无敌的存在 尊者被抓住后被江凡丢入丹炉中炼化 此丹炉乃是男主修炼造化乾坤绝转化而来 以体内为炉 由于上一世江凡并没有遭遇此劫 目前他也不知道尊者的灵体炼化后会变成什么样子 不久后尊者已经被炼化 当江凡打开丹炉时 耀眼的金光喷涌而出 随后画面来到现实中 此时贺刘云正在缓缓地醒来 突然注意到躺在前面的江凡发出声音 此时他猜测江凡可能已经被夺舍了 慢慢朝他走去的同时 将羽毛施加法力化作力剑上前质问他 你是谁 是江凡还是 江凡见状便挥了挥手站起来笑着说道 冷静点 我还给你带了礼物 你这样对我不好吧 说好的喝酒呢 看到江凡没被夺舍 贺刘云此时以为江凡已经把他母亲杀了 江凡见状摸着头心虚地笑着说道 说杀也不准确 毕竟他本来就是灵体 贺刘云听到这话后情绪更加崩溃 说到底毕竟是自己的母亲 而年幼的贺刘云在这种情况下再也忍不住 双手抱着头流着泪如同小孩般说道 我不信 你怎么可能杀得了他 他那么强 如果是杀了他的话 那么我究竟算了什么 我这些年究竟是为什么而活的 明明 我才是 我才是那个应该帮他解脱的人 为什么不是我 这时在一旁的江凡看着他痛苦 其实江凡早就想把从内境带出来的礼物给他了 于是便赶紧说道 你帮你母亲得到了解脱 你应该高兴才对 这时 江凡突然想起 上一世贺刘云曾说过关于他母亲的事 是啊 我帮他解脱了 我曾经也是那么觉得的 但是 我很难过呀 想到这里江凡觉得他 真是个麻烦的家伙呀 紧接着江凡笑着跟他说 小仙家 我说过的 我给你带了礼物 说完的同时 手上散发着蓝光飞向空中 一道道蓝色能量缓缓凝聚出他母亲原来的样子 贺刘云抬头瞪大着双眼不敢相信地说道 母亲 怎么可能 他母亲便笑着说道 好久不见了 我的孩子 当时贺刘云还不愿相信这眼前的一切 于是江凡便解释道 如果是别人的话确实做不到 但是我可是一个药师啊 你要知道这世间 就没有我练不了的东西 正常的炼药本来就是把一些天才地宝融合在一起 然后驱除它们的毒性 让良性的部分融合成丹药后给人使用 起到治病疗伤提升修为的作用 而我这次做的 不过是把前辈的魂体 以我的身体为丹炉进行的炼化 在炼化过程中 自然地把心魔当作有毒害的部分给剔除 所以才能还原前辈最初的样子 听到江凡一番解释过后 贺刘云正想开心地说道 那么这么说来 然而还没等他把话说完时 被江凡打断道 你别急着高兴 事情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 您说对吧 前辈 他母亲点了点头道 后生 你做得已经很好了 现在我和我儿单独说几句话好吗 随后他边边走边说道 那您就抓紧时间 毕竟 留给您和贺刘云的时间也已经不多了 出来后 江凡首先给韩千雪等人解读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他们很快就会醒了 安顿好他们后世成天便问江凡 你现在打算怎么办 而江凡却是心不在焉地想到 是啊 接下来会怎么样呢 随后便回想到刚刚在内境里 将尊者炼化后的事情 尊者跪在地上跟江凡感激道 多谢圣者不杀之恩 前辈客气了 不过是一些机缘罢了 二人经过一番交谈之后 尊者深知自己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便说道 小女子虽得圣人炼化 但神魂虚弱恐怖的长存 弥留在即 我还有一点疑虑 望圣人解惑 江凡一听便说道 你问吧 圣者从何而来 为何神魂能做到与这具肉体如此切合 以至于我此前都未发觉这具身体已被人夺舍 听到这话后江凡笑着说道 多谢吗 那是因为你一开始就想错了 不是我神魂与这具身体切合 而是这本就是我的身体 我不过是带了些记忆 在未来蹉跎一梦 有的时候就算是我也会怀疑 上辈子的事情是不是真的发生过 我欠你儿子一条命 那时候 我们被一些人追杀到一处悬崖无路客走时 贺流云为了救我 把我推落悬崖 留下他一人独自面对追杀来的人 而他最后却陨落在了那里 就这样 江凡告诉了他 自己上一世关于贺流云的一切 随后画面来到养贺店内 贺流云正一脸幸福地睡在母亲的怀里 而他母亲这时缓缓飘起 并且全身散发出的能量闪耀着金光 将在睡梦中的贺流云缓缓包裹住 同时闭上眼说道 流云 请不要怪我 既然圣者已经严明 你若离开 未来有可能会为他而死 我既已知你未来的命运 又如何舍得你去负险呢 不久后他母亲用身上最后的能量 将贺流云化回最初淡的形态 而他最后也渐渐消失在空中 但是故事就这样结束了吗 不可能 随后江凡让诗成天驮着昏迷中的寒谦雪他们 离开了贺山 等到寒谦雪他们清醒后 便继续前往秘境中下一个地方